战争的结果 我们可想而知 心百姓苦亡百姓苦 人们流离世俗 生命财产遭到了巨大损失 世间的一切百废待兴 但是 既然一定是坏的还会这样吗 它必然有一个说法结果 也有好的一面 从过至今 这个战争 它能促进人民的民族的融合 包括结束 以及偷婚 它有助于 这个文化的 发展交流 经济各方面 交流 民间的官方 它有助于人们思想的碰撞 融合 摩擦 有助于人心 防人之心不可无 这种警觉性 你看三国 水浒 尤其三国 那个时候人 多聪明 各个拿出来都是 各个拿出来都是 计谋 反略 武艺 全是英雄 豪杰 它有助于政治的统一 实行制度 你看秦始皇 统一中国 我们就看中国 国外的 我们在其中 也自然可见 道理 中华民族 它是 好理 理一之邦 你看华夏 第一个朝代夏 那夏是代表 夏天 煮火 在武艺里面 属礼 而华是华美的衣服 所以说我们从内而外 都是偷着一股美 都有礼 但是 商朝灭了下 商朝是东夷族 我们说东夷 西戎 南蛮 北敌 也就是说 夷这个字 是人 背着个大功 大猎的 这个蛮 南方 最原始的意思 无师 转圈 跳舞 容 人 穿着铠甲 敌 拿火 烤这些 犬子旁 狗 那些动物 全是野蛮 原始民族 只有我们中华 自古就是 洋洋大国 天朝 自居 但是 我们这种中途 人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 有这个念 那自然而然感觉好像就比 其他地方 人 更灵活 更 像是世界的中央 那商朝 灭了 夏朝 而西州 又灭了商 他们一个是 遗族 一个是 荣族 至少 他们都 接近那方的习俗 地方 都会受这个地气影响 这个影响很大 甚至乃至于基因都有 但是他们虽然灭了 但我们中国地图越来越大 你看最明显的就是 这个 元朝 跟清朝 灭了 但是我们最后还是汉子 他们的民族习惯都没有了 哪有满足了 但是西方就没有这种统一的思想 它没有文化嘛 但历史上 多少个帝国 最后都是分裂 一战后 近代也是分成